大林浦千村议题上午在总质询中持续受到关注 针对地方民众提出的千村五大诉求 许员陈琳拉要求市府一定要纳入千村计划书 尤其政府务必要保护地方民众的权益 先要有计划书才能编列预算落实零负债的千村 大林浦千村地方民众提出五大诉求 包括条件优于征收换地面积不足够 兴建房屋时能够用成本价增购 此外土地一坪换一坪要包含农地和私有地 奉明里十七零也要纳入千村范围 市议员陈琳拉在总质询中特别提醒 尤其千村预算更应该在有计划书后 才能够依实际需求编列 哪几点有放进去千村计划书 第一点应该就放进去里面 就是不会让人民的负债去千村 又一台条件有纳进去了 那全部土地这个部分就有困难 现在就是只有住商不是全部私有土地吗 有很多其实私有地不是只有住商用地吗 还有农地啦汉地啦之类的这些用地 那这些地的部分呢 是不是应该也要一坪换一坪 那可能农地就换农地啊 住商用地就换住商用地之类的 那但是呢这个还没达到共识 面对议员关心千村骑程代理市长杨明舟表示 千村计划书会在八月中旬后提出 相关说明会也将会和经济部工业局共同召开 市府的态度非常积极也很重视 我们的千村之一个步骤在市政府的部分 都有在积极来进行 那也预计千村计划书应该是在八月下旬 可以有一个草案出来 以这个表的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明年就是千村的时间啦 那明年后年应该是千村最重要的 因为后年也编了297亿 所以我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正式的千村计划书 这些私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建筑物 可能在价值上面也不太相同的 都还没有评估的状况底下 民众是人心惶惶 市议员陈丽娜质疑 在看不到计划书的情况下 千村预算的编列根本不符合实际需求 地方甚至还出现人口成长的异常现象 希望政府在推动千村的过程中 也要将人民的利益做考量 避免引发更多的抗争和遗憾 记者金线中黄莱均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